你好,政治揭露第二节 其实 没有的,我都 上一集和你看基本法 我说要CUT两个字 我想现在立法会都可能要重新整理 立法会究竟 究竟是否再可以容许它这样运作呢? 当然我仍然觉得一国两制是需要存在的 因为有太多你们这些港独垃圾留在这里 现在有百多二百万人 你有反心 当然你要 要用另一个形态 是一种有手术的形态之后 运作的一国两制 即是说可能香港要 要重新出现临时立法会 把现有的立法会取消去 香港暂时就会进入一个 紧急状态的话 即是军法统治 可能我会吓大家 我想到是这样 是不是? 是不是? 即是如果叫做这样的状态 香港 是不是要摆一定的军队呢? 那当然美国佬就要在香港打韩战 他要你香港人死的嘛 我上一节说要你香港变成八 即是 你八国联军不只要变成北洋军队 他才是要他的目标嘛 支解你中国嘛 你香港变成 韩战 有什么奇怪的 现在的问题是 可能 林郑的退让 避免巷战也不一定的 因为如果你 军队进城 再玩大虚 即是要戒严 取消一国两制 那接着真的有很多白痴 要继续玩嘛 接着要 变成巷战嘛 共产党 真的 你现在香港 普通的 有一堆 可能有一百万的基盘 基盘 引到多一百万人出来 要 侮辱共产党 那现在我当你 民意而已 有二三百万民意 要玩你共产党 我吹什么 我人民最大 我是港独 要立憲 我是要包庇他们 我包庇暴徒 包庇港独 吹什么 另外那几百万的香港人 其实就是一个人质 被骑劫 共产党如果是取消一国两制 派军队进城 美国佬 一定有方法在香港 民间收起很多枪 就是打韩战 你 你们在毁灭自己家园 说一条白痴 这条白痴 她穿着黄雨衣 6月15日 3点林郑说暂门 她4点穿着这件衣服 穿着气服的 那股味很泛民 穿着气服 很多资料都告诉我们 她穿着衣服 手机 她和邝俊宇有通话和短讯 涉及银行过数 那当然啦 那些人就说我做事啦 或者共产党做事啦 她这么伟大的意识 但是现在查到的资料 她不是年轻子 35岁 她还有一些刑事案 诈骗案 被人告 但是现在去到香港呢 的传媒 或者所有的商家佬控制传媒 全部都叛各 一定说她是自杀 发死人才去谷游行 是不是 你无可奈何的 全部都这么做 你全部是说大话的 我们在说家人不喜欢人暴动 他们 找这些什么仆街 对不起 这张照片呢 刚才那张照片就是那个演员 这个香港妈妈反中奉风 他就骂政府拘捕暴徒 那就是这些 林冀 他说don't shoot our kids 但是是橡胶纸眼 没有死人 但是这些站出来就说 他的子女要暴动 我要包庇啊 泛民推人的子女去暴动 他们现在用这些仆街去化解 这些林冀 再加一些痴线的 现在是不是要 现在所有的行为就是说 这个集体的叛各 现在是说要逼 好像逼马英九那样 对太阳花学运那些使用武力的人 全部不告 马英九2014年 他不告太阳花学运那些暴徒 最后他的管治就是瓦解 直线瓦解 你搞暴动 他有耐鬼啊 当年黄金平 放些人进去暴动 然后呢 马英九更加不敢激怒民意 其实 国民党都输硬的啦 美国佬控制了传媒 你去 但是你做人为什么不正直一点呢 现在我很担心的是 你林郑可能下台之余 甚至要推荐到 不要拘捕 不要告暴徒 当中里面的主教授 就有一个叫陆锦城的陷家令 呃 和啊 和陈士忌这个煽动 港独的教授 其实是港师而已 他哪有资格做教授呢 这个演员 就说勇妈 但是由头到尾都是工党的成员来的 就是港独组织啦 是不是 这个所谓勇妈 哦原来由头到尾 都是最积极搞暴动啊 港独的人 但是那些人又说 哎呦 那些妈妈呢 普通人 但是她又说大话嘛 呃 哎呀 我不懂得说 那可以怎么样 是吧 没有的 嗯 我会继续做节目的 你不会弄我这个台 呃 但是我很多东西我不懂得说 就是 现在搞到这个局面 是吧 林郑不下台 就玩下去咯 林郑下台 就宣布港独咯 烧 开始周界都开始烧中国旗咯 是不是烧中国旗 会有快感咯 是不是啊 跟着全香港都烧 那就跟着就禁不住了 香港变美租界咯 是不是 就是你 我当然啦 我都说我躲起了的啦 不会隔个头出来给你们见的啦 那所有普通 和他们不同政见的人 他们都可能会觉得 用武力都可以解决的咯 是吧 那 香港变成了一个 暴力暴动的城市 这部棋 其实香港是在死的 香港一定死的 而且这种暴动暴力 叛乱的气氛 林郑下台会更加厉害 更加厉害 更加厉害 不会 永远都是敌进我 敌退我进的 永远都是成性追击的 林郑下台 更加厉害 警察都要怕她的啦 警察都要怕她的啦 警察的士气又瓦解了 大家拭目以待共产党怎么处理啦 这个难题大到 我也不懂得说 可以怎么说 就是呢 我有点不服气的 所以想多说几句 第一 我就劝 所有 反对泛民 或者这股 港独或者叛乱的人 大家 小心自己个人的人生安全 第二件事呢 我就劝 就是我 我就会认为 一国两制呢 其实 未必可以玩下去的 就是可能原有的所有的事情 都不可以再保留 比如说司法体系 立法体系 就是如果你给香港人投票 那他就用选举制度 去给所有港独叛乱的人 接着那些人在立法会里 就不断地说 暴动那些人 其实就是和其示威者 警察就残酷镇压 他们会搞很多事情去追杀那些警察 就是香港的立法 和司法体系 都不能够保留的了 就是 如果是要搞一国两制 那当然啦 就是说了 你不让香港做特区 怎么安置这堆垃圾 那这堆垃圾 就继续留在香港 只是取消了回乡证 而已 不可以宽大的 就由得它在香港里蹲 就清算 只可以这样做 我觉得我想不想 就是 原本基本法 将于立法会 可能 凍结了它 以后就是 可能就是没有立法 可能就是用一些委任议员 凍结了它 司法体系 基本法 取消了两个字 就会取消两个字 就是 没有了那个首席 让法官全部要走 怎么办呢 现在共产党会知道的了 究竟 怎样去将立法司法 两个体系 就是 完全都不可以再保留 就是如果现有的体制 跟着 当然就是 我觉得乱 共产党不会急的 看定离石 是吧 看定离石 六月内都不会说 这个混乱动乱 会继续的了 我觉得不会这么快搞完的了 如果共产党有动作 去 去要完结 就是要完结 现在这种模式 已经接近美租界的一国两制 重建了另一种的一国两制 都不会说 都要一段时间的部署 大家总之 少点出声 在街上 不要和人们说政治 不要和暴徒说话 自己保护自己 因为你拗无用的 他们神经病 我说我肺腑之言 我代表我自己 就是这么多 有些人说 你说得这么夸张 你无控天下不乱 你扑街 你基本上是鬼 我都没有了内涵 我看到就是这么严重 立欠赶场 完全是乌克兰革命套路 你都没有了 有句圣经说 就是 正直人是要 静默不严 因为是时势真恶 在阿摩斯书 我乱背 但意思是这样 就是 是一个邪恶 彻底当道的年代 真的有些正直人都要收声 因为 你不收声 不自保 你会很危险 我没有说接台 不用怕 我没有说 但是你们在街上真的要收声 不要跟那些仆街黄丝在街上吵架 没有意思 慢慢等风暴过去 好吗 好,就这么多